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穷洋女郎陈德荣是不少人的梦中情人 2011年与地产小开王赞策低调闪婚 引起当时不小的轰动 还曾因为幸福肥加上爱穿宽松衣 老被怀疑肚皮有喜 随后又被记者撞见穿着娃娃装皮的鞋和老公逛商场 露出水桶腰飘出些许韵味 据悉是因为经常陪老公吃夜宵因此胖了不少 婚后鲜少出现在荧幕前的陈德荣 与老公恩爱有家 完全沉浸在夫妻二人的世界中 与老公吃喝玩乐经常陪老公吃夜宵 整个人都胖了好几斤飘出些许韵味 11月14日 陈德荣透过微博晒出一张老公吃火锅的照片 并称看起来粉贤会体贴哦 照片中陈德荣老公戴着一副眼镜 一身休闲装亮相 看上去非常的帅气和温文而养 桌上是让人垂涎欲滴的火锅 陈德荣老公正体贴地为其加菜 互相照顾彼此的两人幸福感满满 对此 网友也为他们送上吃货福气的封号 看来文人气的陈德荣为了老公牺牲很大 不过身为吃货身材体型什么的通通抛在脑后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